如果说肖战与王家卫合作了一部短片的话,恐怕会震惊到不少人,毕竟在大家的印象中,王家卫拍摄的一般都是电影而非短片,独有的场景和色彩运用,对于咖啡与情感的艺术表达,都是极致展现的。 作为演员,肖战在塑造这个咖啡师之时,也贡献出了相当不错的演技,演绎这个咖啡师,也许,并不需要多么精湛的演技,毕竟这个短片只有短短的三分多钟,那是他日常拍戏时消耗的短短一点,可肖战在剧中的表现却依然亮眼,这的确是一部围绕着他本人的片子。 他在雨后邀请女生来到咖啡店,邀请女生喝咖啡,面对趋之若鹜的顾客们,卖出了9999杯咖啡,制作最后一杯咖啡是第一万杯,也是第一杯。 整部短片想要表达的意思,也不过就是初心保持初见罢了,初见的那份善意由初心保持,肖战演出了短片中想要表达的含义,王家卫与肖战的这次合作无疑是很成功的。 新人演员肖战并没有令戴师失望,也没有让大家失望,虽然成为演员的年限不多,但肖战好像一直在演员这条道路上给大家不俗的惊喜。 一开始的本色出演,到后来的共情是演技,再到然后有演技的演出,肖战一直在精进自我。 在不拍戏之时,肖战经常被黑粉们嘲笑,是没有工作没有资源,但实际上,他一直在请教老师精进自己的演技。 每一部戏,肖战都能给大家带来与上一部戏不一样的熟练度,他在一步步突破自我,给大家展示更好的肖战,变大变强的道路并不好走,而肖战每一部都走得很坚定,肖战每一次给大家呈现的作品中,总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 或许是他那时的状态,或许是他动情的演技,或许是他合作的导演,但无论如何,大家可以感受得到,肖战的初心不变。 感谢观看